大家好 今天赛罗和贝利亚要来进行变形玩具的大作战了 他们会派出什么变形玩具呢 贝利亚拿出了她的变形弹 她想用这个变形弹来召唤她的凯撒贝利亚 这时候赛罗奥特曼会派出什么变形玩具呢 她拿出了一只恐龙的电池 原来这些电池可以变成恐龙呢 赛罗奥特曼说 她的恐龙还可以合体变形呢 看我的 首先是一号恐龙 她的尾巴可以拆下来 然后把她的脚部翻着一下 这样子就变成了机器人的脚 刚才恐龙尾巴的部分可以装在机器人的背后 好像是一个翅膀 剑龙变形 三角龙变形 而且剑龙身上的甲板还可以变成机器人的武器 接下来是机器人的头 她还有一个头盔呢 赛罗奥特曼派出的是恐龙战队的机器人 她的右手拿着一个护盾 然后左手拿着的是一把武器 看起来好酷啊 那接下来的变形大作战 谁更厉害一点呢 恐龙战队发动护盾 发动监测攻击 太可惜了 攻击都被凯撒贝利亚避开了 哦 不好了 凯撒贝利亚把恐龙护盾打倒了 正好恐龙机器人用它强有力的拳击 打倒了凯撒贝利亚 那这一次是赛罗奥特曼的恐龙战队机器人获胜了 贝利亚说 下次我也要派出我的动物战队机器人 好啦 那今天的动物变形玩具大作战就到这里 你们更喜欢哪个动物变形玩具呢 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